欢迎您回来亚太商情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头 奥阳基金经理温刚成先生 下次欢迎Harris 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两地股市的收视情况 首先来看到内地股市方面 今日早盘是护身两市升升高开 随后护指出现小幅调整 午后护指维持横盘态势 截止收盘上证宗指收报在了3326点 升了19点 收拾成指收报在11326点 升131点 港股方面横指今早大幅的高开 盘中最高涨近550点 午后横指继续小幅上升 并且是突破了上午的高位 截止收盘恒生指数收报在31594点 升了598点 全日成交额在1197亿港元 好Harris我们来看 今天整个在港股方面 蓝筹股都是重磅 蓝筹可以说都是权限造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除了像美股的一些拉动之外 还有哪些因素是导致这个港股 上升的一个驱动的因素呢 其实我们港股方面 最近方面大家都知道 那个是业绩公布的期间 其实很多机构方面 上一年的盈利做得特别特别的好 变成了排施也比较高 然后盈利也比较吸引 变成了那个对于大事怀 对于投资者来说了 跌的比较多 之前因为从33484点那个位置了 跌到29129点那个位置 然后再反弹 反弹以后了 其实再往下走 在3万点附近呢 其实已经有一定的积称力度 在那个 那个没有一天收市是 第一个那个位置 只有一天呢 就盘中的时间 在那个29852点那个位置了 其实曾经度过 但是马上已经反弹了 根本就是那天 已经在收市的位置 已经在3万点上面 所以反映出来 就是基金面方面呢 其实我们是充裕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见 那个香港银行同业财私 还是在0.7厘那个位置 我们香港那个银行体系里头 还是满满是钱 那些钱其实不知道用来干什么 摆在银行里头 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最终结果还是用来炒股票的 因为股票方面呢 刚才说企业方面 盈利就好了 那未来他们派息 如果是可以吸引的话呢 在派息那边可以挣钱 在股价那边可以挣钱 两方面的挣钱 今天的那个腾讯方面 就已经反弹回那个450多块钱 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它在月底会出业绩 在21号会出业绩 大家现在都头部签筹了 我们看到去年港股的这个涨势 所以其实就吸引到了 很多的公募基金 它在这个基金当中呢 想要申报这个港股的基金 那么在这个今年 我们看到年初的时候 其实这个港股是有所调整了 导致其中有六成的这个公募基金 应该是在港股配置 这一部分可能是亏损的 那么您觉得以今年这个态势来看的话 还有这个继续来增配 港股基金的一个趋势 或者是意愿吗 肯定有 其实本身就是买港股是最好的 因为为什么 本身好像帮港股卖广告 是说是非常推广 但关键是因为港股的估计 现在很便宜 现在我们的估计才只有13.6倍市盈率 上比之下呢 沪深300级数是17倍市盈率 然后那个美国标准普洱级数 其实他们那边呢 是22倍市盈率 我们便宜的不得了 根本就是太便宜了 所以变成了有很大的那个上涨的空间 想想这样子吧 因为我们的那个估计便宜 变成派的股息 根本钱来说是没有改变的 但我们每一股的价格 被他们便宜的时候了 等于股息就高了 如果真是长线投资者来说了 不买港股买什么地方了 其实很经常的 因为我们就是收股息 已经能够对于客户方面有一个交代 所以未来方面港股 还是应该那个内地投资者了 还是应该多投资港股 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地方 港股是个估值挖地 非常具有吸引力 来看A股 A股最近来看有很多比较利好的因素 像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数大涨近2% 那么今天的这个亚太地区的开局 也是比较良好的 那么在接下来的话 您觉得对于这个A股 会不会有一个突破的效益 其实本身回到之前那个 3582点那个机会还是挺高的 我个人认为了 之前那个调整值反过来 对于A股来说了 其实都没有太过恐慌性的那种抛售 未来大家记住 6月份MSCI还是加入 纳入那个A股进去的 所以未来其实投机机会还是蛮多的 在内地方面也好 在香港也好 但哪一个股市找得比较快一点了 我还是觉得香港可能找得比较快一点 因为本身我们这边 其实真是 那个那个基本人数方面 还是做得挺好 然后基金流动方面还是可以 不单止内地基金可以来到香港 其实外资也可以来到香港 就正于那个外地方面那个债王 那个他们信债王的怎样说 现在他们愿意投资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在什么地方 香港就其中一个了 说到这个A股的话 刚才您也提到说 在这个6月11号会正式加入MSCI 那么到时候我相信也会有 相信可能这个资金方面 会有一个大量的进入 大概会达到这个1000亿元左右 那如果说有这么大量的一个增量资金进来的话 其实会不会成为一个推升这个A股的一个动力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长期有这些境外的资金进入的话 其实会不会改变整个A股市场的投资的一个风格 那我们其实A股方面呢 因为过去好多散户参与 因为本身A股的那个散户参与度 是大概80%左右 那个上北级下呢 实际美国10%左右 香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 大概30%左右 实际在那些A股那个散户参与度 一般因为比较高 所以他们通常是走短线的 所以股价波动是比较大 如果纳入了外资投资者 因为那批外资投资者 好多都是机构性投资者 他们一般抱着那些股票呢 可以抱好长时间 十年八年那个随便 其实很容易能达到那个时间 尤其是机前那些 做得好的那些白马股 其实我觉得了 他们拥抱那些白马股 其实我觉得未来 应该有助于内地散户 把目光放远一点 可能做一个长线的投资 好像那个波菲特 其实真是说实在的 炒短线能炒得赢 那些真是大户的人 其实没有多少 所以不如走四宝 做那些白马股 不如那些好像十年之前 或者五年之前 能够买了那个茅台 今天我相信乐死了 应该的话 要做要这个长期的价值投资者 但有没有可能说 简短来说都像美股 有没有会有一个 掉头向下的趋势呢 那个是有个机会 但是那个机会呢 我相信呢 暂时为止还是可以的 因为本身美股方面 现在那个利息 现在那个基金成本 还是便宜 比如说现在那个Libro 就伦敦银行同一财色 才是1.7厘还是便宜的 所以这个美股 还可以再看一看 好 谢谢Harris的分析 好 谢谢